转到新学校的第一天 他遭到富二代的刁难 为了不惹麻烦 他选择谦让 然而几分钟后 富二代就传纸条约他去看电影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高考结束的铃声响起 广播播报让考生停止答卷 沈辰看了一下时间 还有十分钟 完全来得及去接表哥 他到了校门口 左右张望着 表哥在人群中向他挥手 表哥坐上自行车后座 沈辰问他考得怎么样 表哥笑了笑 他就是上专科的料 他问沈辰想去呢 沈辰明年才高考 他现在也不知道 两人打闹着回家 进门时 沈辰似乎看见了特别的身影 舅舅问表哥考得怎么样 舅舅提议 让他明年跟着自己出国 表哥却不想出国 想在国内上打砖 舅妈看出他 就是不放心沈辰 他问沈辰 愿不愿意去北洋高中戒毒 那里是全技素质 表哥非常生气 父母明显是在赶沈辰走 沈辰忽然问起 今天小叔是不是来了 小叔找他们要了多少钱 他一定会还 舅妈叹了口气 让他好好上学 不要他的爸爸留下的债务 沈辰不愿意给他们添麻烦 答应转学 北洋高中的教室内 班主任宣布 来了一位新同学 沈辰做了一下自我介绍 门忽然打开 任之初打着哈欠出现在门口 班里熟悉的同学 笑他也是新同学 班长出现在门口 任之初问他 是不是也是迟到 但班长请过假了 班主任命令二人快去做好 二人路过沈辰 班长冲沈辰 微微点了一下头 任之初向同学打听沈辰的来历 得知是夕阳高中转来的年级第一 任之初不以为然 夕阳就是一个乡下的小破高 班主任让沈辰随便选个位置坐下 任之初认为 他也能随便选座位 同桌让他警惕起来 班长明显和沈辰认识 沈辰坐在了班长后面 班长认出 他在他们家店里打过工 沈辰祈求他 别把这事告诉别人 毕竟北洋不让学生打工 同桌提醒任之初 班长要被新来的沈辰抢走了 任之初让他别引战 沈辰不过是个书呆子 他忽然站起身走向沈辰 想和他换个位置 沈辰觉得他不太好惹 不想给舅舅一家添麻烦 立刻站起身请任之初坐下 任之初心里嘲笑沈辰之前装高冷 班长替他感到不满 任之初表示 明明是他自愿的 但沈辰露出有苦难言的表情 班长让他不要换位置 他立刻坐下 任之初只好坐在沈辰后面 他要看看沈辰耍什么花样 他坐下后踢了踢沈辰的椅子 等对方回头后 他用手比划了一下 他会一直盯着沈辰 上课铃声响起 同学们起立向老师问好 任之初收到之前同桌 扔来的纸条 内容是提议他周末 邀请班长去看电影 自己去助攻 任之初冲他比了个手势 夸他是好兄弟 他盯着前面的班长 思考怎么邀请他出去 他忽然想到了办法 低头写了一个纸条 随后戳了戳沈辰的后背 暗示他给班长 但沈辰会错意 以为是给他的 他打开纸条 看到看电影的邀请 有些不明白 任之初为什么要这么做 他在纸条上写下回话 丢了回去 任之初以为是班长的回话 问他为什么邀约看电影 任之初以为班长喜欢打直球 他在纸条上大胆告白 沈辰恍然大悟 任之初好像是想和他做朋友 但他还是以周六有失拒绝了 任之初则是认为班长拒绝了他 一节课很快就过去 下一节是体育课 同桌来问任之初有没有约到任 任之初注意到要离开的沈辰 给同桌挑眉暗示 他伸出搅拌沈辰 出言嘲笑亮枪的沈辰多看路 沈辰觉得他很奇怪 不过就是拒绝了他 明明是他主动提出交朋友 体育课上 班长不小心摔了一跤 同桌赶紧去找任之初 任之初拿着窗壳贴 想贴在他的伤口上 沈辰忽然走过来阻止他 提起要先消毒 再贴窗壳贴 二人对于怎么处理伤口的是 争执不下 一旁的班长被他们忽视了 最后还是一位女同学看不下去 过来扶着班长去医务室 等两人想起班长时 班长早就没影了 任之初很生气 他扯住沈辰的衣领 问他是不是有病 沈辰的手 不小心拽到了任之初的衣服 两人直接摔到在地 任之初趴在了他身上 下颗铃响起 同桌来问任之初的进展 任之初没好气地回答他 事情搞砸了 得到同桌的嘲笑 沈辰正在卫生间 清洗手肘出的擦伤 口袋里手机震动 表哥问他到新学校后的体验如何 叮嘱他好好照顾自己 此时任之初和同桌说笑着走进来 任之初注意到沈辰手肘出的伤 不好意思地向他道歉 同桌调侃他没品 居然欺负新同学 任之初反驳 这只是一个意外 他拉住沈辰的后衣领 阻止他离开 并递给他一个窗壳贴 别扭地表示 他爱用不用 他们扯平了 沈辰没有说话 让任之初心中有些不满 课间的教室非常喧闹 上课领响时 任之初才回到座位上 他注意到 沈辰用了他的窗壳贴 想起班长之前也受了伤 没来得及问他伤势如何 他写下一张纸条 像上次那样丢给沈辰 沈辰不懂他 为什么喜欢传纸条 有什么话不能当面说吗 但他还是打开了纸条 两人经过一次交流后 他看到任之初关心的话 忽然觉得有些奇怪 这时 班长回头找他请教问题 他的话还没说完 就看到任之初异样的眼神 他立刻嫌弃地转回去坐好 任之初以为他害羞了 之后班长上台 提醒大家 交班费和补习费 沈辰问他 最迟什么时候交 得到下周之内的回答 沈辰的脸色变得很难看 放学后 他找到班主任 提出不补习的想法 并保证他不会落下功课 旁边传来一声 任之初你给我站好 打断了沈辰和班主任的对话 另一个老师正在教育任之初 让他好好学习 不要天天迟到 不交作业 让他学学沈辰 放学后 也会来办公室 请教老师 沈辰心虚地离开 任之初抱怨 哪里都有他 老师警告 任之初不要早恋 班主任 以为他谈恋爱了 连忙站起身 一副八卦的样子 任之初解释 他还没谈 老师批评他 脑袋空空 他这样连喜欢是什么都不知道 警告他 模拟考在店底 就要让他妈妈请家教了 第二天 任之初灰头土脸地来到教室 同桌注意到他被骂得很惨 任之初有些不满 管他学习就算了 连早恋都要管 他又看到班长找沈辰问问题 心中怒气越来越高涨 他踹了一下桌子 巨大的动静 让沈辰回头 他看到任之初面带怒气 不明白自己哪里惹到他了 很快就到了周六 任之初和同桌一起来网吧上网 同桌 让任之初不必针对沈辰 因为他觉得 对方有女朋友 他和沈辰一个寝室 他注意到 沈辰每晚都和女朋友打电话 内容还很肉麻 任之初想象了一下 沈辰肉麻的样子 他有些难以置信 实际上 沈辰只是在和表哥通话 但在同桌眼里 并不是这样 任之初相信了同桌的话 立即要请他去吃水底捞 游戏没什么好玩的 不是输就是赢 二人走在路上 被一只青蛙玩偶拦住 青蛙玩偶见到二人转身就走 但忽然又停住 转身给他们 看身上扫码送蛙的牌子 二人拒绝了 他们虽然觉得 这只青蛙玩偶很奇怪 但还是走远了 一群孩子 对青蛙玩偶很感兴趣 七手八脚扯着他身上的装饰 他一个没注意 手中的小青蛙掉在了地上 他明显有些难过 一只手从一旁伸出 任之初捡起棍子 挥着棍子 将孩子们赶跑 抱怨他们是一群小屁孩 任之初问 青蛙玩偶有没有事 并将他扶了起来 同桌在远处喊人之初 水底捞大概还有两桌就到他们 他们走过去刚刚好 站在原地的青蛙玩偶里 沈辰看着二人离开的背影 神情复杂 兼职结束后 玩偶店老板 将今天的工资 转给沈辰 沈辰看着到账的150元 这钱还不够交班费 他想要一份稳定且高兴的兼职 旁边扭蛋机 滚出一颗扭蛋 任之初打开后 抱怨全是赛文 他想要迪家 沈辰听到迪家这个词 若有所思 周一早上 同桌边问任之初 有没有背单词 边走进教室 他忽然注意到 不远处有人嬉闹 瞬间脸就红了 原来班长 正在给另一个女同学砸头发 他注意到了二人 双方互相到了早安 任之初打着哈欠 走向座位 他看到桌子上 放的迪家玩偶 猜测是卷子送给他的 觉得这太见外了 卷子就是他的同桌 听到他的道谢 还一脸茫然 上午的课很快就结束了 卷子问任之初 中秋节假期的计划 任之初想要班长去看电影 最近新上映的打斗片 他很喜欢 他知道 卷子不爱看电影 但还是邀请他一起 卷子拒绝了 他才不去当电灯泡 他握紧拳头 替任之初加油 之后 沈辰收到了任之初的纸条 邀请他去看电影 他想起 上次对方帮了他 他不能再拒绝 于是答应了 任之初拿到纸条很高兴 沈辰注意到了这一点 任之初提起他 从群里加好友 沈辰同意了 此时 班长收到了任之初的好友申请 他有些莫名其妙 直到很晚 沈辰强忍着睡意 手中紧紧攥着手机 想不通 为什么任之初还没加他好友 到了第二天 任之初边看手机边进教室 不懂为什么沈辰家他好友 由于没看路 他撞到了一个人 那是正好要出教室的沈辰 二人在教室门口 默契地挡对方的路 最后沈辰主动开口到早安 任之初关心他状态 是不是不太好 卷子走了过来 问他们 什么时候关心那么好 任之初解释了一番 沈辰只注意到 他喊了自己的名字 于是认真地点了点头 任之初 因为他这个反应 想起他交女朋友的事 拍拍他的肩 夸他厉害 突如其来的夸赞 让沈辰摸不着头脑 任之初二人沉默片刻 忽然笑他闷骚 沈辰看他们笑作一团 欲言又止 忍不住才让他们让开 他尿急 任之初看着他离开的背影 觉得他可爱 卷子问任之初约会的时间 他告诉卷子 就是后天的中秋节 表哥对沈辰去看电影 这件事很震惊 他以为是和女朋友去看 沈辰告诉他 是个男生 表哥立刻就放心了 沈辰没有抢先他 一步谈恋爱 但他忽然脸色一变 叮嘱沈辰 一定要有自我保护的意识 沈辰认为应该不是那样 到了中秋节那天 电影怨然很多 先到的人之初 想给班长发消息 告诉他自己到了 班长正在听音乐 并没有注意到手机的震动 工作人员递来两杯奶茶 沈辰接了过来 任之初困惑他 怎么会在这里 沈辰低头给任之初打字 告诉他买奶茶的事 一抬头却注意到他 已经到了 沈辰走了过去 任之初向他打了声招呼 任之初觉得很巧 没想到他也来看电影 沈辰对这句话感到疑惑 任之初解释他和班长约了电影 听到这话 沈辰递奶茶的手顿住 随后立刻将奶茶收回来 言语有些之无 任之初低头看手机 发现沈辰给他发了消息 屏幕上班长和沈辰的消息 让他有些意外 但沈辰已经不见了 假期结束后 任之初气汹汹的尽叫时 大喊着沈辰的名字 拽住他的衣领 问他是不是有病 为什么会觉得 纸条是写给他的 他不会觉得奇怪吗 沈辰垂下头 反驳他没有写名字 任之初有些气虚的想反驳 沈辰又重复了一遍 任之初这才意识到 他完全无法反驳 班长一字一顿 喊任之初的名字 以为他在欺负沈辰 他反复和沈辰确定 有没有受欺负 任之初很郁闷 明明他才是最大的受害者 沈辰觉得 任之初讨厌自己了 而任之初发现 他看沈辰 怎么都不顺眼 可能这就是慈场不合 沈辰从抽屉里拿出一瓶奶 虽然有些舍不得 但他 还是将奶放到任之初的桌子上 任之初不明白他的做法 沈辰向他道歉 纸条的是 自己也有责任 希望他不要放在心上 任之初拒绝了沈辰的奶 他往以背上依靠 要是诚心道歉 那就和他换座位 来上课的老师发现 二人的座位被换了 沈辰明确地告诉老师 他是自愿的 没人逼他 沈辰感到奇怪 换了座位之后 任之初就再也没给班长传过纸条 任之初把玩的笔掉到地上 其他人都在认真听老师讲课 他俯下深剪笔 却注意到沈辰的鞋带松了 他忽然有了一个想法 下课铃响起 卷子约任之初 一起去食堂吃饭 沈辰站起身 想离开座位 看到这一幕 任之初偷偷笑了 他之前将沈辰的鞋带 绑到了猪腿上 但他没注意到 没有站稳的沈辰 直接向他扑过来 抓住了他的裤子 将他的裤子扒了下来 任之初的手忍不住颤抖 沈辰向他道歉 自己不是故意的 但修奋的任之初 根本听不进去 他认为 他们二人就是磁场不合 晚上的KTV 任之初喝完杯子里的酒 和小舅抱怨 他今天遇到的是 小舅一针见血 明明是他捉弄人在先 任之初哀怨地提醒 自己才是他侄子 小舅让他不要想这些烦心事 这家KTV 最近招了漂亮小姐姐 任之初表示 他是纯情难高 小舅不以为然 又要了两箱酒 卷子发消息 喊他打游戏 他拒绝了 小舅在调戏男服务生 随后让任之初 不要玩手机 任之初边喝边想 千万不要让他抓到 沈辰的把柄 此时 他们要的两箱酒送到 没想到来送酒的人 居然是沈辰 任之初直接将口中的酒 喷了出去 沈辰很意外 在这里遇到任之初 二人对上了视线 三个人聚在一起摇头子 各自订好数字后 打开盖子 这一次又是沈辰赢了 任之初凑到小舅耳边 抱怨他也玩不过沈辰 但小舅已经醉得失语 任之初难以置信地 晃着他肩膀 任之初毫无察觉 只问还能不能继续 小舅很想问任之初 他这个同学什么来路 时间回到一小时前 任之初窃息沈辰的把柄 送上了门 他偷偷告诉小舅 沈辰就是他口中的 克星新同学 沈辰拒紧地表示 酒已经上棋 有事按铃 他刚想退下 却被叫住 小舅决定帮侄子出气 他给沈辰一千块钱 让沈辰别去其他包厢 就在这陪他们玩游戏 任之初不禁在心里夸赞 还是小舅会侮辱人 但沈辰认真回答二人 一千块太少 最低一千五 小舅一口答应 一千五就一千五 游戏的结果就是 任之初二人不停喝下罚酒 最后任之初喝趴下 小舅一时踢到钢板 他和任之初需要赶紧走 但喝了太多的人之初想吐 是沈辰眼急手快 给了他一个垃圾桶 才没让他直接吐地上 小舅对沈辰起了兴趣 问他多大 沈辰回答自己 刚刚十八 小舅捏着他下巴 迫使他转头 问他为什么要来这里找工作 顺便捏了捏他的脸颊 猜他是不是缺钱 小舅觉得 他长得眉清目秀 不过有点可惜 小舅给了他一个机会 任之初这样回去 肯定要挨打 小舅订了房间 让他帮忙照顾任之初 如果沈辰答应 小舅多给他五百 房间门禁响了一声 沈辰将任之初带进房间 将他放到床上 任之初忽然微微睁开眼睛 抬手揽过沈辰的腰 一个翻身 将他压在了身下 双手紧紧抓住他的手腕 任之初露出一个得逞的笑容 喃喃自语着抓到你了 洗衣机传来结束工作的提示音 声音吵醒了睡梦中的人之初 坐起身的他 往旁边摸了摸 他觉得不对劲侧过头 发现身边竟然睡着沈辰 他昨晚喝断片了 完全不知道完头子之后的事 而且 他们都没穿衣服 他想静下心来 好好捋一捋 但完全捋不起来 沈辰忽然回头 问他在干嘛 任之初磕磕巴巴地问 你怎么会在床上 任之初注意到 他身上诡异的红斑 一时间非常震惊 沈辰不明白 他为什么这样看自己 他抬起手 发现了红斑 才恍然大悟 昨天晚上任之初 要让沈辰叫爸爸 沈辰侧过脸 意识到他醉得不清 沈辰想起身给他倒点水 任之初却抓住沈辰的胳膊 不让他走 只因为不想被他扔下 沈辰回头摸了摸任之初的头发 他收了钱 不会扔下他不管 沈辰正在往茶杯里倒水 任之初从后面粘过来 沈辰有些不适应 想让他回床上去 任之初捂着胸说自己难受 随后一个没忍住 直接吐在了沈辰衣服上 吐完他的心里舒畅许多 沈辰担心被老板知道扣工资 衣服只好在酒店烘干再送回去 他忽然听到蚊子的声音 他想把蚊子拍死 但怎么也抓不到 沈辰不想一直被蚊子咬 他看到睡得毫无察觉的任之初 决定躲在另一侧的被子里 睡熟的任之初觉得热 于是他自己将身上的衣服脱了 沈辰淡定地将昨晚的事情讲了一遍 快要上课了 他准备先走 临走前 他将收款码递给任之初 要他付钱 任之初完全不知道 自己为什么要付钱 某酒店外 任之初拨通王叔的电话 拜托他帮忙带一套校服过来 挂断电话后 他瞥见沈辰骑着自行车准备离开 便询问是否需要送他一程 沈辰婉拒后 任之初漠然片刻 见对方要走 急忙出声 他走上前 拉上了沈辰上衣的拉链 又谈了谈对方的脑门 并半开玩笑地告诫他 若不想被叫家长 今天最好别脱下外套 这突如其来的举动 让沈辰感到些许困惑 然而两人并没有注意到 这一幕恰好被坐在私家车内的班长目睹 上课铃声响起 任之初又一次迟到了 老师毫不犹豫地 让他站到教室外 在走出门前 他瞪了沈辰一眼 心里暗骂 这家伙真是个乌鸦嘴 课堂上 沈辰偷偷捅了捅前桌的人之初 待他扭过头来 便低声问 今天天气较热 能否脱下外套 毕竟接下来还有体育课 任之初一时没反应过来 但随后想起 自己早上开的玩笑 便坏笑着回应 让他最好穿着 体育课上 沈辰正专心坐在台阶上背单词 任之初手持篮球走来 邀请他加入球赛 沈辰刚想拒绝 见到的某个与他颇为相像的人意 沈辰无奈地看了他一眼 没有再多说什么 球场上 任之初故意将球传给沈辰 想要看他出球 然而 沈辰却在众目睽睽之下 直接投篮得分 同学们纷纷上前夸赞他的准度 而一旁的人之初 则一头黑线 可恶 又被他撞到了 此时 有人好奇地询问沈辰 穿着外套不觉得热吗 并直接上手摸了摸他的衣服 发现已经湿透 任之初见状 迅速上前握住 那人的手腕 并为沈辰解围 接着 他拉着沈辰的手腕就走了 留下满脸疑惑的同学 两人站在墙后 任之初抱凶示意沈辰 可以脱下外套 见沈辰一脸茫然 他不好意思地摸了摸脖子 解释这里 没有其他人 自己可以帮他看着 当沈辰脱下外套时 任之初心想 这人真是好骗 自己说什么 他都信 明明就是个蚊子包而已 见沈辰热得不断擦汗 任之初递给他一瓶水 看着他仰头畅饮的样子 任之初内心得意 而沈辰则怀疑地看着他 心里琢磨着 这家伙是不是故意在整自己 沈辰轻声呼唤任之初的名字 但他看过来后 缓缓靠近 带着一丝探寻的口吻 问他是不是并不讨厌自己 不带任之初回应 两人身后突然响起班长的声音 他疑惑地询问两人 为何不去上课 紧接着 班长的目光落在沈辰的脖子上 察觉到了异常 不禁询问其缘由 然而 只是瞥了一眼任之初 后者则扶恶心想 看自己干嘛 直接说实话不就好了 这画面落在班长眼里 却是另一番风景 仿佛两人在那里打情骂俏 下课铃声响起 沈辰被两位女同学围住 羡慕他在模拟考试中取得的好成绩 取得两个满分真的很了不起 而此刻 任之初站在一旁 不懈地哼了一声 随后叫住了沈辰 洋装脖子疼痛 沈辰闻言 闭了闭眼 瞬间领会了任之初的意图 他无奈地走到任之初身边 为他捏了捏肩膀 紧接着 任之初又抱怨腿疼 沈辰便又帮他捶了捶腿 当他说口渴时 沈辰又迅速为他端来茶水 同学们看到沈辰这副模样 不经惊恶万分 仿佛被雷击中一般 有同学看不下去 想让班长出面制止 但班长却埋头于书中 好心提醒那些同学 不要多管闲事 就在这时 一名同学匆忙跑过来传话 老师让任之初去办公室一趟 沈辰立即以恭敬的姿态 目送他离去 办公室里 老师面色凝重地看着任之初 让他还是请得家教 自己实在是教不了他了 任之初看着自己的成绩单 自我感觉良好 差点就及格了呢 然而 老师却气得敲桌子 强调差点及格 也是不及格 任之初拿起成绩单 还想与老师商量下 但老师却毫不犹豫地拿起手机 给他家长打了电话 放学后 沈辰收拾好自己的书本 准备离开教室 任之初突然挡住了他的去路 沈辰无奈地看着他 这都放学了 还玩什么主扑游戏 不料 任之初直接抓住他的书包 就拖着走 并请求他帮自己一个忙 两人来到一个空教室 任之初让沈辰假装给自己补课 并承诺 两人可以各干各地互不干涉 他还特意强调 自己不会拆穿对方去酒吧打工的事情 然而沈辰听后 却毫不犹豫地拒绝了他的请求 任家别墅 任之初小心翼翼地绕过母亲 试图偷溜 然而还是未能逃过母亲的火眼金金 任母特意为他请来了家教 还是A大的优等生 虽然两人年纪相近 任母仍再三叮嘱儿子 要恭敬待人 任之初对此感到头痛 心中还对沈辰有些许不满 这时 门铃响起 一个熟悉的身影踏入家门 沈辰一眼便看到了任之初 心中顿时涌起一股不祥的预感 完了 这到手的钱恐怕上飞了 任之初也看到了他 惊讶之余 便要开口询问 却又迅速闭上了嘴 任之初的卧室里 他坐在椅子上 细血地看着沈辰 嘲笑其自诩A大学生的身份 沈辰则淡定地扶了扶眼镜 自信地表示 这只是早晚的事 任之初一副哥俩好的样子 勾住沈辰的脖子 好奇地询问家教费用 得知一小时五百元的价格后 他不禁嗤之以鼻 装什么大学生 并质疑沈辰是否成年 沈辰文言 平静地拿出自己的身份证递给他 他发现对方居然比自己还要大上一岁 沈辰靠近任之初 询问他的意图 任之初拍了拍他的肩膀 赞赏他的爽快 就像之前约定的那样 他们各自做自己的事情 互不干涉 然而 沈辰却突然叹了口气 转身欲走 打算主动辞职 以免再次受到对方的威胁 任之初急忙抓住他的肩膀 将他壁动在墙上 坚决表示不能让他辞职 他焦急地看着沈辰 心中感到无奈 这家伙 怎么一点都不按套路出牌呢 两人之间一度变得沉默 任之初开始分析利弊 若是再换一个家教 恐怕会更加麻烦 他干咳一声 让沈辰留下当自己的家教 沈辰看着任之初的考卷 一头黑线 这些错误实在离谱 他不知道自己该如何下手 任之初却突然打断他 问他是否喜欢玩端游和手游 沈辰冷漠地表示 自己对这些都不感兴趣 任之初不依不饶地继续询问他 是否喜欢看电影比如DC或漫威的作品 沈辰无奈地表示 自己从未看过这些电影 让任之初别再问了 赶紧写题目 然而任之初却嘲笑他是个书呆子 只知道学习 沈辰平时除了上课就是打工 确实没有时间舆论 任之初见状一把夺过视觉 表示 现在有时间了 可以休息一下 他把沈辰按在电脑前 声称自己网盘里收藏的都是精品 让他挑选一个观看 沈辰并不接受这样的安排 但任之初却找了个台阶 表示他们可以各退一步 一半时间看电影 一半时间做题 他在电脑上操作一番后 找到了想要的内容 并让沈辰自己挑选电影 自己去上厕所了 沈辰被搞得一头雾水 但看着电脑上名为学习的文件夹 没想到他还会存这个 没多想就双击点了进去 任之初刚从卫生间里走出来 耳旁便传来了沈辰的疑惑 电脑里的电影全是日文 能看懂吗 他被这问题弄得一头雾水 走进电脑 眼前的画面让他目瞪口呆 他迅速上前 试图捂住沈辰的眼睛 并准备关闭那令人尴尬的页面 然而 沈辰正拖了他的手 平静地看着未关闭的页面 十分淡定 动作片啊 任之初看着沈辰那一脸淡定的模样 靠近他问 怎么这么淡定 沈辰似乎意识到自己的失态 轻壳一声 悄然后退 解释他们还没开始 任之初岂能就此罢休 紧追不舍地追问 沈辰为何表情如此古怪 两人在打闹间 任之初不甚失众 意外地压在了沈辰身上 甚至将他的衣服扯了下来 他赶忙解释 这是个意外 起身时 他的目光落在了沈辰那张 静在咫尺的俊脸上 一时间愣在了那里 正当他们愣神之际 门外传来了敲门声 吓得沈辰急忙起身 整理自己的衣裳 客厅中 任母询问助理 关于自家儿子的学习情况 刚才 助理送水进去时 观察到两人相处融洽 任母看着外面 已是大雨倾盆 便吩咐助理 让任之初送送老师 沈辰拿着雨伞 躲在屋檐下 庆幸自己带了伞 这时 身旁传来汽车的鸣笛声 他转头望去 发现居然是任之初 原来 对方是准备送他回家 他不客气地 报了自己的地址 然后上了车 任之初没想到 他居然是从那么偏僻的地方过来的 他记得大弯路那边 曾有一家皮革厂倒闭 老板还因此跳楼自杀 话还没说完 他就看到沈辰已经睡着了 他便让王叔把音乐观小一点 随着天色渐晚 他们的车终于抵达了大弯路 车停稳后 任之初看着熟睡的沈辰 不禁开始自我怀疑 给自己当半天家教 有这么累吗 沈辰醒来后 不好意思地表示了歉意 任之初笑着表示 没关系 让他赶紧回家 他甚至开心地 冲着沈辰的背影挥了挥手 明天见 沈辰回到家后 在洗手间的镜子里 看到自己脸上被人知初画了胡须 他轻笑一声 觉得对方真的很无聊 刚把脸洗干净 门外突然响起了敲门声 他疑惑地打开门 没想到来的居然是他的二叔 房间里回荡起刺耳的哐当声 沈辰狼狈地坐在地上 逐一使起散落的东西 他二叔则在房间里忙碌地翻箱倒柜 眼里净是深深地算计 沈辰凝视着二叔问他 究竟在找什么 二叔听到他的质问 一脚踩在他手中的书上 语气恶劣 让他交出老爷子给他爸的那些古壁 面对二叔的蛮横 沈辰不为所动 他冷冷地回应 欠二叔的钱自己会还 但爸爸的遗物 对方休想拿走 正当两人僵持不下时 人之初手持雨伞走了进来 他目睹眼前的一幕 眉头紧锁 语气中带着怒意 这是发生了入室抢劫吗 他毫不犹豫地挡在沈辰身前 警告对方不要轻举妄动 并立即拨打了报警电话 他一边报警 一边挥动着手中的雨伞 示意对方后退 二叔见情况不妙 匆忙溜走 人之初撇见对方逃走的背影 急忙向警察说明情况 这时 他的裤腿被轻轻拉扯 沈辰不好意思地低声解释 那是自己的二叔 沈辰开始整理被翻乱的东西 他问人之初怎么来了 人之初解释伞 落在了自己的车里 接着他蹲下身子 与沈辰一同整理 沈辰看着他态度诚恳 感谢他又帮了自己 在整理过程中 人之初不慎被划伤手指 他痛得冷吸一口气 沈辰见状 立即拿起他的手 轻轻地吹着伤口 人之初看着沈辰的举动 他不自觉地伸出手 轻轻擦拭沈辰的脸颊 沈辰被他突如其来的举动 吓了一跳 疑惑地看着他 他尴尬地解释 是脸没洗干净 只见对方匆忙起身 要去拿点符 为他处理伤口 人之初看着自己的手 心中暗自嘀咕 沈辰的脸 居然还挺滑溜的 两人继续忙碌地收拾着房间 突然 人之初似乎发现了什么 他拿起一张表格仔细端详 这居然是张平昆生 助学资助表 沈辰洗漱完后 脑海中不由自主地浮现出 人之初捧着自己脸颊的画面 心中不禁泛起一阵莫名的烦躁 而人之初 则在听到沈辰走出的声响后 迅速将手中的资助表藏了起来 两人坐在沙发上 人之初看着沈辰为自己处理伤口 心中不惊想 他的父母都不在身边 那平时他岂不是要一个人生活 次日清晨 学校内 沈辰边吃着手中的饭团 边看着人之初与主任熟络的打招呼 心中暗自佩服对方的社交魅力 当人之初走到他面前 目光落在他手中的早餐上时 脸上闪过一丝疑惑 早上他就吃这个 随后便默默地注视着他进食 一言未发 教室里喧闹一片 原来是人之初 为大家准备了美味的赤筒 他环顾四周 却未见到沈辰的身影 一转身 发现对方正跟其他同学讨论问题 真是个热衷于学习的家伙 他拿起一份炸鸡走向沈辰 然而对方却婉拒了 理由是炸鸡过于油腻 人之初询问他喜欢吃什么 接着爆出多个快餐食品的名字 但沈辰都表示不感兴趣 这让他不禁有些恼火 到底喜欢吃什么 沈辰却回答随便 人之初无奈的福额 心中默念着 忍着 忍着 不合他一般见识 这时 一个同学匆匆走来 指着门外的一个方向 告诉沈辰有人找 沈辰走过去 只见一个女孩 递给他一个粉色的信封 当他拿着信回到教室时 人之初调侃他 很受欢迎 随后又提醒他 别忘了 他自己还有女朋友 别这么划心 这让沈辰一头雾水 自己什么时候有女朋友了 厕所内 两个人似乎在偷偷谈论着 有人要针对沈辰 这一番对话 恰巧被人之初的 哥们王春听到了 篮球场上 人之初运球 一直未等到沈辰 之前听到消息的王春告诉他 一般的黄毛 要搞沈辰 听到这话 人之初不禁疑愣 而此时的南卫生间 两个鬼鬼祟祟的身影 正在准备干什么坏事 一人准备 像被锁在厕所里的沈辰泼水 而另一人则不同意这样的做法 两人在拉扯中弄出了声响 沈辰听到动静后 好奇地爬上门 询问他们在做什么 这突如其来的举动 吓得两人瞬间呆住了 楼梯间回荡起急促的脚步声 只见人之初的身影匆忙闪过 他迅速冲向南厕所 刚到门前 便听到一声哐当的响动 走进卫生间里面 眼前的一幕让他震惊 沈辰正狼狈地趴在地上 而随他一同来的王春 露出惊慌的神情 这难道是欺凌现场 人之初毫不犹豫地 冲向其中一个男生 一拳挥出 场面顿时陷入混乱 倒在地上的沈辰 急忙解释 这是一场误会 原来 沈辰不知 被何人锁在厕所内 听到门外有动静 便拼力爬上门 两人帮他打开厕所门 自己终于得以解脱 然而 刚踏出厕所 他却不慎踩到地上的积水 一个踉枪摔倒在地 这便是人之初 刚进门时所见到的场景 人之初用怀疑的目光 审视着那两人 两人急忙发誓 表示他们的无辜 沈辰的脚扭伤了 人之初见状 毫不犹豫地搀扶起他 询问是否要去医务室 沈辰看到他紧促的眉头 不禁笑问 他在担忧自己 人之初正欲回应 班长却突然出现 将王春喊走了 沈辰问他 不吃醋吗 他之前传错的那些纸条 不就是想邀约班长吗 人之初反问他 是否也对班长有意 见沈辰沉默 他两手抱胸在一旁生气 沈辰解释自己没有 人之初看他一拳一拐的样子 直接蹲了下来 让沈辰上来 自己背他走 沈辰不好意思地摸了摸后脑勺 最终在人之初的催促下 还是爬上了他的背 让他送自己回寝室 沈辰在人之初 背上轻轻嗅了嗅 人之初顿时面色飞红 疑惑地问他在干嘛 沈辰欲言又止 人之初便让他有话直说 两人渐行渐远 沈辰轻飘飘地来了一句 有味了 楼梯间人之初不停地嗅着自己 让身后的王春一头雾水 他伸出手臂 让王春闻闻 自己身上是否有意味 王春错镜嗅了嗅 并不觉得有什么意味 回到宿舍 沈辰插上充电线 开机后看到了家教老板的未接来电 他疑惑人之初的妈妈 为何会给自己打电话 尽管心中好奇 他还是拨通了那个号码 沈辰刚挂断电话 王春便踏门而入 手中握着一瓶风油精 正是人之初嘱托带给他的 沈辰轻叹一声 凝视着手中的风油精 心想他或许是想送红花油 那才是治疗爹打损伤的药 周末 沈辰走进人之初的卧室 他正在打游戏 他示意沈辰随意做 见人之初沉迷于游戏 沈辰便毫不客气地夺过他的手机 自己是来辅导 他学习的 而非陪他消磨时光 见人之初 还在为自己争取游戏时间 沈辰便告诉他 任母给自己打了电话 他母亲为了他的学业 付出了诸多心血 并承诺负责接送自己 任母对儿子的期望和担忧 让沈辰深感责任重大 他不愿辜负这份信任 他将手机还给人之初 并表明立场 若他愿学 自己便会留下 若他不愿学 自己便会离职 任之初最终败下阵来 无奈地答应 会努力学习 鉴于任之初目前的学习基础 沈辰估计 他需要从高一开始补习 他无力地趴在课桌上 感叹自己 真是自作自受 回想起上周 任母询问他对沈老师的看法 他回答沈老师很好且辛苦 还建议任母为沈老师加薪 或提供接送服务 任母误会沈辰 事嫌工资低 任之初急忙解释 是出于对沈老师的感激 沈辰看着手中的数学题 心中满是无奈 他内心哀嚎 自己为什么要承受这一切 任之初忍不住向沈辰提出 让他辞职的建议 沈辰毫不犹豫地答应 并准备离开 任之初急忙抓住他 将他扛到沙发上 解释自己只是开玩笑 沈辰尴尬地扭过头去 解释自己 刚才是要去上厕所 并推开了任之初 他感觉 两人刚才的姿势 有些太暧昧了 洗手间内 沈辰凝视着镜中的自己 脑海中回想着 任之初轻柔他头发的画面 这感觉有些微妙 他不知为何看到任之初 露出害羞的表情 他的内心 便会涌起一丝莫名的愉悦 沈辰注意到任之初的脚在抖动 不禁轻声问他 紧张吗 并解释任之初一紧张就会这样 随后 沈辰宽慰 如果有不会的题目 自己会教他 任之初轻笑 手撑在桌面上 打去他 是不是满脑子都是血血 难道没有想过 做点别的 比如打篮球 爬山 而沈辰梦想潜入深海 探寻那浮游生物的奥秘 也渴望攀登泰山 体验那传说中的艰难 或许在闲暇之余 他会养一只小金毛 拥有一栋带有花园的别墅 任之初调侃他 野心不小 沈辰回头看他 目光坚定 所以才要更加努力不是吗 两人的目光不经意间交汇 时间仿佛凝固了片刻 随后 他们都害羞地移开了视线 任之初更是急忙转移了话题 他偷偷看向沈辰 心中不禁感叹 这大概就是那种 即使深陷泥肘 也毅然努力向上的人吧 沈辰察觉到了任之初的视线 疑惑地问他看 自己干嘛 任之初笑了笑 坦言自己突然有点欣赏他 忽然话锋一转 是欣赏他的那些梦想 突然 任之初的手机震动了一下 他打开一看 是卷子发来的沈辰的照片 他没想到 卷子会偷拍 立刻让卷子删掉 原来是二年级的学妹 想要沈辰的生活照 当事人也知道这件事 所以 卷子并没有偷拍 当事人十分配合卷子的拍摄 尽量展现出 自己最好的一面 任之初回头看了沈辰一眼 然后给卷子回复信息 问他也觉得 沈辰很好吗 然而对方迟迟没有回复 他忍不住再次点开了 卷子发来的照片 不断放大照片 欣赏着沈辰的腹肌 他轻泽一声 没想到沈辰的身材还不错 正当他全身贯注于照片时 身后传来了沈辰的声音 吓得他急忙将手机藏起来 任之初被吓得心跳加速 沈辰觉得 他手机内的东西 有点眼熟 他用力推开了沈辰 试图凑近的身体 坚定地表示 那一定是看错了 正当两人争辩之际 任之初的手机震动起来 他匆忙示意沈辰离去 自己需要专注于学习 然而 当看到卷子回复的信息后 任之初瞪大了眼睛 难以置信地看向沈辰 他居然会帮设有清洗袜子 沈辰则被他看得一头雾水 次日 教师回荡着卷子沮丧的叹息 又是一次家长会 老吴必定又要数落他一番 卷子转向沈辰 好奇是谁来给他开家长会 然而 不但沈辰回应 任之初便清了清嗓子 示意卷子出来 有事问他 两人来到教室门口 任之初紧紧抓住卷子的肩膀 不敢相信 他们真的会让沈辰洗袜子 这简直太过分了 卷子则急忙解释 他们并没有强迫沈辰 若任之初不信 大可亲自去查看 请示 学弟刚结束篮球比赛 他疲惫地坐在床上 脱下鞋子 将袜子随意地丢在地板上 沈辰望着他的背影 心中满是无奈 当学弟洗完澡 有人唤他去吃饭 他匆忙离去 还没等沈辰把话说完 门就已经关上了 任之初与卷子来到寝室 正准备进门时 卷子忽然发现 自己的充电器忘记带了 他让任之初先行进入宿舍 任之初敲了敲门 等待片刻后无人回应 他轻声打了个招呼 便推门而入 室内空无一人 他四处张望 听到浴室里传来水流声 他静止走到沈辰的桌前 发现手机正在震动 显示是沈辰表哥发来的信息 这时 浴室门被推开 沈辰居然裸着走了出来 在短暂的惊恶过后 一人转身回避 一人急忙退回浴室 沈辰尴尬的解释 自己平时都会穿衣 只是今天忘记拿了 任之初则略显慌弯地表示理解 并尴尬地摸了摸头 然而 他很快意识到 大家都是男的 这份尴尬似乎有些多余啊 沈辰身披浴巾 略显羞涩地走出浴室 他的视线避开任之初 快速地从对方身边擦过 然后急匆匆地找寻衣物穿戴整齐 任之初趁机偷偷瞥了一眼 惊讶地发现 沈辰的身材静不赖 不仅有腰窝 屁股还挺翘 沈辰感受到他的目光 微微转头 任之初带着一丝细血 大家都是男人 有什么不能看的 正当气氛变得微妙时 沈辰的摄友回来了 意外的是 任之初竟与他熟识 甚至两人还是邻居 皇家兴误以为任之初是来找他的 心中暗自付费 每次他的出现 都预示着不妙的事 然而 他瞥见床前 转而对沈辰投以感激的目光 突然间 他感受到了一道凌厉的目光 原来任之初正冷冷地盯着他 下一刻 他便被对方强行拖出了门外 在门外 任之初让皇家兴紧贴在墙上 凝视了他片刻后 严厉地命令他 今后不准再让沈辰帮他洗袜子 脚臭成什么样 难道他自己不清楚吗 然而 皇家兴却对他的威胁质弱网闻 自己手中可是握有人之初的把柄 除非他想两败俱伤 皇家兴拍了拍他的肩膀 提醒他并不住在宿舍 即使脚再臭也影响不到他 任之初挥手甩开了他的手 心中却开始考虑 是否要搬到宿舍居住 校门口 车辆如知 一辆私家车缓缓停下 任母从车上下来 家长们纷纷认出他的身份 上前与他寒暄 恰巧在校门口的王春 听到任母要找教导主任 他急忙赶往篮球场 告诉任之初这个消息 他提醒任之初 如果沈辰与任母相遇 家教的事情可能就败露了 两人急忙去寻找沈辰 任之初不经疑惑 为何他更担心沈辰被辞退 而非自己的母亲发现此事 王春先一步看到了沈辰的身影 任之初也看了过去 他惊讶地看到一个男生 正紧紧拉住沈辰的手表白 他沉默地看着沈辰 而对方仿佛有所感应 也发现了他的身影 半小时前 沈辰的表哥匆匆赶至学校 准备为他开家长会 两人在一处僻静地坐下 表哥分享着他的心事 他坦言自己有了心仪的对象 每当与他目光交汇 心跳便如脱江野马般狂奔 倘若与他靠得太近 恐怕连呼吸都要停滞 沈辰聆听表哥的描绘 脑海中不禁浮现出 与人之初相近时的画面 心脏也不由自主地猛烈跳动 表哥颓然地靠在椅背上 他感到一片茫然 沈辰同样缺乏经验 无法给出实质性的建议 突然 表哥猛地站起身来 让沈辰一时摸不着头脑 表哥激动地宣布 他决定直接向心仪的人表白 话音一落 他竟扑通一声 跪在沈辰面前 开始预演着即将上演的表白情景 沈辰觉得 表哥的告白流程有些俗套 这时 沈辰听到有人叫他的名字 一抬头 意外地看到了人之初 他条件反射地 抽出了被表哥紧握的手 见人之初将目光移开 他赶紧向大家介绍 身边的人正是他的表哥 王春热情地握住表哥的手 与他寒暄起来 表哥望向人之初 他微微害羞地摸了摸脖子 介绍自己是人之初 沈辰的前桌 人之初正要询问他们方才的谈话内容 恰逢铃声响起 表哥突然想起 自己是来开家长会的 连忙与众人挥手告别 匆匆前往教室 三人留在原地 王春问沈辰 是否见过人之初的母亲 得知尚未见面 他催促两人 快去宿舍躲避 教室里 表哥翻阅着沈辰的成绩单 惊讶地发现 有两门成绩几乎满分 这话恰巧被坐在前面的任母听到 他不禁称赞 真是厉害 当听到沈辰这个名字时 任母不动声色地套问表哥 关于他的情况 两人逐渐熟络起来后 任母假装好奇地问起沈辰的相貌 表哥毫不犹豫地拿出手机 展示着表弟的照片 一脸自豪 看 很帅吧 任母看到那张熟悉的脸庞 虽然口头上称赞 但内心却波澜起伏 他不动声色地告别表哥 转身后立即变脸 准备去找儿子好好地算账 任之初瞥见母亲发来的消息 心中顿时涌起一股不祥的预感 这下完了 眼见他急匆匆地要离开 沈辰急忙叫住他 任之初误以为他是出于关心 刚要开口宽慰 却不料沈辰嘱咐他 别把自己供出去 办公室里 任母怒气冲冲 紧揪着儿子的耳朵训斥 还没小时五百元的家教费 面对愤怒的母亲 任之初急忙辩解 这全是他个人的决定 与沈辰毫无瓜葛 他紧握拳头 试图说明自己的成绩 也在逐步提升 这多亏了沈辰的督促 任母见儿子态度诚恳 怒气稍减 但仍旧强调 这是两码事 他不想在听任之初的辩解 转身离开前 命令他搬到宿舍去住 若是成绩依旧垫底 就不必再回来了 任之初在母亲背后伸着手 语气虽显悲伤 但脸上的神情狡黠 是计谋得逞的喜悦 没想到这么快 就能搬到宿舍去了 宿舍里 黄嘉欣看着任之初 忙碌的整理行李 再次确认他 真的要搬来宿舍吗 任之初脸上洋溢着欣喜 晚上终于不用 忍受母亲的唠叨了 这时 沈辰回到宿舍 任之初迎上钱去 从口袋里 掏出一叠钞票递给他 沈辰一脸茫然 任之初解释 因为自己 他失去了家教的工作 这作为补偿 沈辰接过钱 虽然嘴上说着 不是为了钱 但动作却很诚实 把钱揣进了裤兜 然而任之初却严肃起来 追问沈辰 是为了什么 沈辰坦言是为了他 这让任之初愣住了 随后听他说 两人已经是朋友 任之初却装作 不以为然地摸了摸头 重复了一遍 他们是朋友了 他激动地 勾住沈辰的肩 表示 以后自己罩着他 黄嘉欣在一旁调侃 患难见真情 随后催促他们快些洗漱 因为熄灯的时间快到了 夜深人静 熄灯后的寝室里 任之初躺在床上 却因床板的坚硬 而辗转难眠 就在此时 一阵细微声传进他耳朵 他翻身坐起 原来沈辰还在 专心致志地学习 要不是有机会 共处一个屋檐下 可能任之初都不会知道 他会就那样 泪在书桌前 任之初轻声呼唤他 希望叫醒他 回床上睡觉 对方却毫无反应 于是 任之初将他扶到床上 然而沈辰的身体 出乎意料地沉重 他不慎失去平衡 跌在沈辰身上 更令人意外的是 这一跌 让两人的唇半轻轻触碰 那一瞬间 任之初的脸庞 如同燃烧的晚霞 任之初心中慌乱 急忙站起 却撞到了上铺的床板 他用手紧紧捂住嘴 莫名的情绪在心头涌动 他悄悄下床 轻轻为沈辰盖好被子 熄灭台灯后 悄然回到自己的床铺 思绪纷飞 脸颊泛起红韵 他忍不住低声咒骂 次日清晨 任之初哈欠连连 王春关切地询问他是否睡得不好 他含糊其词 称床板过于坚硬 计划更换一张更柔软的 提及软字 他的脑海中 又不由自主地浮现起昨夜的画面 手不自觉地俯过自己的唇半 王春见他愣神 伸手在他眼前晃动 他这才回过神来 丢下王春便匆匆离去 课堂上 任之初心神不宁 不断告诫自己 昨夜的插曲 不过是个意外 然而 他的视线总是不由自主地投向沈臣 对方察觉后 问他怎么了 他慌乱地摇头表示 没事 突然 王春不知何时 悄然来到他身旁 目光紧盯着他的嘴唇 原来王春是来借尺子的 却见他平平俯唇 误以为他嘴唇干燥 便好心提出 要借给他润唇膏 任之初将尺子递给王春 催促他快走 当他看着王春离去的背影时 目光不慎与沈臣对上 他慌忙收回视线 双手紧紧抱住头 体育课上 任之初异常卖力 令老师和同学们都感到惊讶 纷纷猜测 他为何如此奇怪 放学后 王春回到宿舍 惊讶地发现 任之初仍在坚持运动 脸上满是惊恶 细血地问他 卷不动学习 这是准备卷运动吗 任之初试图用这种方式来麻痹自己 不再胡思乱想 片刻后 他请王春来帮他压腿 但王春正忙于游戏 就在这时 沈臣回来了 任之初慌忙表示 沈臣肯定没有时间帮忙 然而对方却告诉他 自己正好有空可以帮忙 沈臣敏锐地察觉到 任之初总是有意无意地 避开他的目光 而任之初的内心波涛汹涌 自己刚把那件事忘掉 现在又想起来了 他不禁自问 自己这是怎么了 他挣扎着坐起身 带着些许局促 支支吾吾地问沈臣 谈过恋爱吗 随后 又略显羞涩地追问 初吻还在吗 这突如其来的问题 让两人间的氛围变得微妙 任之初尴尬地摸了摸头 试图解释自己的唐突 沈臣则是略显迷茫 他知道 昨晚任之初的意外触碰 但对于这个问题 他只能含糊其词 应该还在吧 听到这个回答 任之初似乎松了口气 忽然间 任之初觉得 手背上似有一物在攀爬 转头一看 一只硕大的虫子映入眼帘 吓得他立刻抱住了身边的沈臣 惊恐地喊着 这是什么鬼东西 得知这是蟑螂后 他更是难以置信 怎么会有这么大的蟑螂 皇家新健壮 笑着调侃 不就是个蟑螂吗 大惊小怪 直接打死就好了 任之初催促沈臣赶紧处理了 而对方也调侃他 抱得这么紧 自己怎么去 他连忙松开手 沈臣被他的举动 斗得忍俊不惊 无嘴笑了起来 任之初没想到 他笑起来竟然如此好看 跳蚤即逝 王春意外地看到了 沈臣和任之初的身影 他细血地打去 任之初不是一直嫌 这种急事没意思吗 怎么也来凑扔呢 任之初没有理会他的调侃 反而好奇地打量着 他手中的物品 原来是一个猫耳朵发箍 任之初接过后 毫不犹豫地 戴在了沈臣的头上 看到沈臣戴上发箍的模样 任之初的心跳 瞬间加速 王春更是激动地大喊 这也太猛了吧 任之初一把推开王春的手 紧紧抓住沈臣的肩膀 宣称自己还没来得及摸 当他轻触沈臣时 更是赞不绝口 确实很萌 沈臣被他的举动 弄得有些不自在 甚至开始避开他的目光 任之初见状 不禁调侃 之前大家都说 他长得比自己好看 自己一直不以为意 现在看来 他确实比自己好看 那么一点点 如果他是个女孩子 自己都要开始喜欢他了 就在这时 王春突然拉着任之初跑了 沈臣因他的话 而心情愉悦 但当看到 他是去找班长时 默默地将头上的发箍 摘了下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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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箍